希腊旅游业受债务危机连累 银行持续关门 不过由于希腊货币贬值 仍然吸引了许多国际游客 携带大量现金前往希腊观光 希腊旅游联合会表示 最后一刻中预定服务的数量 急剧下降了30% 占全国预定总数的五分之一 不过不是所有的旅游点都受到影响 在圣托里亚岛 这个希腊最具标志性的一个旅游点 游客依然蜂拥而至 目前希腊政府再次延长关闭银行到7月13号 自动提款机限制取款额 但这一切都抵挡不住游客的热情 无论是度假旅行 还是来结婚度蜜月的游客 正在入名的奥伊亚村庄 等待观看美丽的日落情景 当地商家表示 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 他们认为希腊货币贬值 反而更吸引国际游客前来旅行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周三晚 希腊总理吉普拉斯 从布鲁塞尔返回希腊 他承诺 周四一定会向债权人提交 一份详细的改革计划 新唐人记者陈一新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